我們今天要來參加2023GAMERON台北站 旁邊的超級高 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2023GAMERON台北站 這一次呢我是參加10K的組別 因為其實接下來一連串的賽事 從GAMERON然後先接到後面有長榮馬 渣達馬到台北馬 一連串最後的目標是要挑戰全馬的距離 所以今天呢我只參加10K的組別 但現在天氣還早現在才4點40 我們待會稍微熱身準備一下 6點才輪到的起跑 所以待會我們就先帶跑團夥伴熱身 但今天我覺得天氣不是很OK 相較於上禮拜的Penar Sony 今天顯得非常悶熱 所以可能是一場應戰 好那我們就待會熱身見 最後一分鐘準備起跑 我旁邊的超級高 準備好了 yes 準備出發啦 倒數一分鐘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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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前往圓山飯店然後繞一圈 沿著大家和平公園 應該是一路跑到松山 可能在觀山和平公園那邊再折扮 比出發果然搭配速都有點壞 現在回到我們的目標 大概4分05 到4分10秒左右 DK 3分53秒 腳超速 這次賽事我選用的是On Cloudflow 第四代 因為這場賽事是下半年賽事的開學跑 期待可以透過賽事來檢定我自己目前的體能狀態 所以選用了更輕量的Cloudflow 第四代來當賽事的鞋款 跑起來的存在感很低 讓我更能專注在比賽的配速當中 2K 4分02秒 2公里囉 新綠174 好像有點小超速 偏高 調整一下 看能不能稍微降回來一點 DK 3K 4分03 還有7公里 4公里是第一個水戰 今天有點濕熱 天氣比較悶一點 濕度很高不太好跑 前面水戰快到了 前面水戰快到了 第一個補給點 4K 4分07秒 進水戰 喝水 鞋ぁ 這天氣很需要 第5K 4分04秒 20分11 5K完成 雖然心率偏高 很體感上的感覺 還可以撐一下 加油 觀山河濱公園 5.4K 心率179 要朝著一下 前面準備回轉 6K 359 6K要回轉出道 最後4公里 折返了 最後4K 今天跑感還不錯 不知道是不是我今天 穿了 On the Cloud Flow 終於有一個 7K 不急站過了 這樣最後3公里 7K 4分05秒 未急了 跟10K的跑者 好多人啊 第8K 4分03秒 最後2公里 心率已經到185 太喘了 太喘了 他真的調降 最後1.5K 第9K 4分04秒 最後1公里 1公里 10K 4分07 4分32秒 4分13 5分14 5分… 6分14 6分3 3分0 5分1 5分1 3分3分2 7分1 4分1 5分2 好爽喔 過最佳啦 今天跑 今天天氣其實不太好跑 今天總共跑41分15秒 均速大概是4分03 比預期的4分15還好一點 但太喘了 讓我休息一下 很爽耶 第一次好久沒有跑這麼快了 我今天的完賽時間 是41分 41分15 但今天里程是10.2 稍微多大概200公尺 均速是4分03秒 但我覺得今天在過程當中 前面剛好出發時候是 預期內的配速稍微快一點 因為本來想說4分15保守一點 結果意外的跟了兩三台列車 然後都大概配在4分整4分05 然後就意外的不小心一直超速 過5K之後其實我認為已經到第一個 有點卡關的狀態 那時候行率已經到Zone 3快Zone 4 就大概178 180已經快到 我的強度4區 但其實 以心肺來講強度4區又跑10K 後面會有點辛苦 所以後面的強度會保守一點 大概有一兩公里在水站的時候 稍微喝水後 心率有稍微調降 然後最後回轉之後呢 我覺得那邊是比較難跑 因為回轉後 第一個是要減速 第二個是路變窄 因為跟半馬的 跑者會匯合在一起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 路會變比較窄 但還好是比較快 因為如果後面比較慢的跑者 我覺得全部可能會擠在一起 那還好那時候均速還維持在 4分05左右 但當時候其實是非常辛苦 我覺得喘到心臟快跳出來 然後當時候的均速大概在4分07 到快4分10秒 還好整體來講算是 我覺得有達標自己的高標準 我腳上所穿的就是 On CloudFord第四代 那這張跑鞋的特色呢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輕量 今天我參加這場賽事呢 平均配數大概是抓在4分數左右 那我穿著這張跑鞋呢 第一個腳感就是 欸它真的非常輕 而且滾動的慣性很好 它在布面也是承襲了 CloudBone Echo的這種輕量布面 非常的輕量 但包覆性又很好 那這次的CloudFord呢 它一樣在中底上面 是搭載了雙層的這個CloudTech 所以腳感上其實是更柔和 而且操控性非常好 重點是它單腳只有235公克 那它在中間呢 一樣是搭載了Speedboard 這個尼龍材質的推進板 它不會像碳纖維板材質這麼暴力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 很持續穩定的滾動感受 那整體的腳感呢 跑到後段 真的在身體肌肉比較下降沒力的狀態 還是可以感覺鞋子的存在感非常低 所以這雙鞋呢 非常推薦給 如果你平常在一些速度訓練 或是比較衝刺的時候 想要一雙比較輕量的跑鞋 那這雙跑鞋一定是非常適合你的選擇喔 我個人會推薦 在10公里或半馬的賽事 穿著它的硬戰 是一個非常適合的選擇 太爽了 終於 四十分下一個目標 我們即將要來挑戰的就是長龍半馬 OK 我是你的江洋哲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可以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幫我起來 哇 就可以頂到